香港廉航的發展還在最初的階段 所以太多管制對發展是沒有那麼好的人 中大的羅國祥就說 廉航的問題就不是他那個飛行安全問題 而是他自己的公司內部的管理出現問題 重點二就是廉航屬於一個新的產業 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相對於歐美來說 但是做法就是盡量減低營運成本 但是當有重大的問題出現的時候 就出現問題了 可能大事件控制的應變方面就會差一點 你強調政府的角色 就是做監管者和促進者的角色 以廉航來說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我們先看看歐美市場 廉航來說 全球廉航是佔那個市場是30至40%的 東南亞近一點了 它佔過人數是佔25% 其實現在香港有四家低成本的公司 其實他們只是佔整個客運量的2% 即2%、25%和30% 即是有很大的增幅在這裏 很大的潛在力 所以就是政府在想 怎樣去為廉航增加這個發展空間 可以呢 一定適時的政策 廉航太快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到機場設施的飽和 即是說政府要雙方面發展 一方面令到廉航順暢 另一方面要增加機場的設施 就要興建這個第三條的跑道 廉航的生意是不易做的 譬如英國的老牌公司 這個的 郭皇胸 金泉 都試過是摺摺 而香港方面的廉航又在做些什麼呢 由於它是一個新產業 我都未知之數 所以現在在找它自己的經營方式 行點 新的節約成本方案 收集來源 服務安排 風險管理 全部在做很多的突發的情形出現 變相它的危機處理 要非常地做得好 而且要盡快處理 因為特別在旺季時間 不能拖 再說回廉航最大的限制 找到廉航 即是什麼呢 它會盡可能 用方法去減低營運成本 從而提升它更具競爭力的低票價 去承認生意 如果計得這麼盡 所以公司遇到突發事件 就難 好像大型公司那樣 去做一些良好的應變 就是國泰它有這麼多的後勤人員 這麼多的後備飛機 後備的餐飲 那樣東西 任何改變都可以做得很快 正變 而廉航就做不到 用回到上次的例子 它因為就是 那個 航空公司人 連行人數 服務人員人數有限 如果超過了公司的話 就是違規的 結果來說 沒有人替加的話 導致那個航機嫌 或者甚至取消那班機 即是見到不是因為技術問題 而人手和成本的問題 令到它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買出廉航機票 就要留意機票的運載條款 細則有沒有賠 所以建議購買這個旅遊保險 人手安排導致高私工程 被人採用 而大眾傳媒方面 有重要的監管角色 令到航空事業 會走得更加勻長 好 接著到這個解決方法 先從一個政治因素來說 政府方面 要加強監管的效能 以及設定一個 叫做危機小組 處理這些危機才行 另外政府 亦都根據廉航的發展 可以做一些協助 以及監管的工作 令到商證的事件不要再發生 另外 我從這個營運層面來說 它廉航本身來說 在人力資源的安排方面 要再做得好一點點 不要因為這個不夠人手 令到航空取消 第二個是企業的風險管理 因為這個停航 導致它要做一些賠償 令到公司盈利會下降 第三 就是客戶和公共關係 因為客人來說 有很多不滿 很多投訴 可能會導致他們 放棄公司 沒有忠誠顧客來說 生意將會難做 解決方法三 就是建議你的廉航公司 可以聘請這個國際顧問 去提供一些營運意見 讓你在接省這個開支方面 接省成本方面來說 之餘呢 你都可以保持到 應有的服務標準 另外一個方法 令到廉航做得更加好 就是要 加強員工當值的穩定性 和增加後備空中服務人員的數字 當這個人員在旺季的時候 就能夠保證到公司的運作 是正常地處理的 此外 政府因素方面 就開了這個牌照 去令到那個 聯航是發展得好的 即是每一次 逐牌來說 政府應該加回這個 必須遵守的發牌條件 令到廉航要遵守到這些條件 才能發牌給他 變相加強了 他那個改善服務的動機 好了 另外說回政府的角色 有兩個 一 他會為監管者 第二更重要 就是促進者的角色 也就是說 政府盡量來講 是要做促進的角色多些 就是用大市場 小政府的方式 政府的監察監管會比較鬆 而對公司來講 可以自由去發揮 所以做這個監管 應該參考一些國際經驗 目標來講 目標來講 就是保證 航班能夠更準時和更安全 所以 民航處 這個政府部門來講 就需要在這個 相關的民航法例之下 就加強和不同行公司的 溝通機制 令到那些公司 有一個適當的預警系統 做一些問題去補救 才能夠做到一個優質 和可持續發展的服務 而出名的廉航包括了 AIA Sir Jest Star 和Hong Kong Express